青州之府慕容,劈雷火勤明。 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劈雷火勤明,兵发青丰山,可是这个事儿,早有人非报到大坪上。 大坪上坐着五位好汉,及时与宋江小李广花荣,锦毛虎雁顺矮角虎王江,白面郎君正偏寿。 这五位好汉正商量攻打青丰寨,捉拿镇三山黄信,救花荣的家眷。 哎,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官军到了,锦毛虎雁顺一听啊,就有点紧张,这,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 没想到这官军来得这么快,怎么办,挨脚虎王江几蹦多高,各位,叫他妈什么可怕的? 兵来降党,水来吐吞,跟他们拼了,马上集合队伍。 宋江一拍手,妈,贤弟且慢。 大哥,你有什么高见? 哎呀,兄弟,沉住期,不要乱了方寸了。 行想,那批雷火其名,率领国家的官军都是训练有素。 你讲话了,来者不善。 他们就希望咱跟他拼。 我们青丰山寨上充其量不到一千人,而且这一千人跟人家怎么比? 真要硬碰硬,咱是非吃亏不可。 兵法营,逢强智取,欲弱活擒。 咱得想个办法。 哎,对,那您说有什么好办法呢? 宋江叫大伙沉住气,跟小李广花荣赏。 要指挥军队排兵作战了,人家花荣是内行。 一个,人家是名门之后,二一个,花荣执掌军权,也不是一天了。 就这样,宋江跟花荣两个人商量了再三,想了一条好主意。 必须智取,不能强攻。 跟三位寨主一说,仨人把大腿一拍,嘿,好主意,好主意。 看来还得多念书啊,不学兵书,哪懂得这个? 就一大哥你的主意吧。 宋江是排兵部阵。 都安排好了,陶志令交给小李广花荣按计策行事。 花荣领了二百人,飞身上马,全身披挂,来到山下见霹雷火其名。 列队之后,小李广花荣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 那霹雷火其名是他的上级,开军事会议,经常在一起。 花荣一看着霹雷火,刚燃稻树,温争虹目,血贯同仁。 后边排列着整齐的军队,军旗招展,鼓号悠扬。 汉目能就冲着山上去了,要踏平清风寨。 花荣按宋江交代,把心血稳住,轻推咸马。 来到霹雷火的马前,两人相聚,也就是十丈左右。 把斯江带着,一抬腿把枪挂上,萧丽广满面赔笑,在马上一躬,对面,来的可是青州兵马总监,秦将军嘛,在下有礼了。 披了火七鸣,手披冰冰狼牙棒,定睛一看,认识,小李广花容啊,我正想找你,想到这儿,啊,呸,他吐了一口,用狼牙棒一指,花容,你小子只吃饱了撑的,我请问你, 你家世代公卿,都是朝廷的命贯,天子对你不薄啊,你小小的年纪,居然加封你将军之职,统帅重兵。 问你为什么跟贼寇勾打联魂,要造反呢? 哎,给了你什么好处,使你立令制魂呢? 你给我交代清楚。 哈哈哈,秦将军息怒,您要这么说呀,就不讲道理了,在下有下情回禀。 我花容,一没风,二没傻,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是被势所逼呀。 秦将军,你最清楚,那刘高是个什么人? 有什么能力,为什么派他到清风寨做正之寨,把我挤成了副之寨? 这且不说。 那刘高,自从到了清风寨之后,刮剪地皮,苦害百姓,什么坏事都作绝了。 我花容是鱼劝而不听,不仅如此,他拿我花容当了眼中之钉,肉中之刺,百般挑剔找我的毛病。 平时,正因为我看在朝廷的份上,我不跟他计较。 嘿,没想到,这小子变本加厉是得寸进尺啊。 在慕容之府面前告了我一撞,派镇三山黄信前来查问我。 这黄信也不问青红皂白,居然摆下一桌酒席把我骗去,摔杯为号,将我拿货掉。 说什么,把我送的青州要请功受赏。 秦将军,难道说他们做的都对吗? 幸亏我有好朋友帮忙,这才转为为安。 时有今日啊,这就叫官彼民反,不得不反。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跟你们同变称臣都是老熟人,你又是我的老上司,故此我才跟你讲述一遍。 要换个旁人,我犯不上废这些兔吗? 可秦明眉等花蓉把话说完,就打断对方的话了。 别讲了,花蓉啊,你是无理狡辩的,我不听你这套。 你造反这是真的吧,今天我领着军队来了,你要知趣,下马自备其福。 我把你送到青州,你那番道理去跟慕容之福讲,或者向朝廷去申诉,你跟我说不着。 花蓉一笑。 秦明啊,要这么说,今天非得无力解决不可了,那是自然。 好,那恕我花蓉不公,今天我可要奉陪你走几趟。 你要把我花蓉拿住,你爱怎么的怎么的。 相反的话,秦明啊,恐怕你的下场苦不堪言。 哎呦,你还威胁我,休走,走吧。 披了火秦明,马望前催,轮起冰冰狼牙望,对准花蓉,就是你吧。 花蓉深知啊,这个秦明是一员猛将,就好像老虎似的,力打傍尘,绝不能利弊。 况且呢,他跟宋江都商量好了。 今天的出阵是要敌之策,不能跟他拼命。 因此花蓉把马往旁边一拨,摘下大枪。 敌眼堂塞,跟皮雷火战了十几个回合。 虚皇一将是,得马变走。 秦明一看,哦,你花蓉就这两下子。 看你这副神气劲儿,因此催马龙邦,载后的就追赶。 一千鹿军,二百马队,像扇子面一样,载后的摇气大喊,也冲上来了。 抓,别让山贼跑,老虎! 花蓉转过山圈,奔正北跑。 马往前跑,眼望后看,一看皮雷火齐鸣,追上来了。 花蓉一抬腿咯咚,把大枪挂上。 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剑。 要不怎么叫小李广神社? 花蓉把剑搭上了心中暗响。 按我大哥宋江所差,不能要他的命,能治一福,不治一所。 你这赚几样的便宜? 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小李广的厉害也就是了。 可这时呢,披了火齐鸣,就追上来了。 离着小李广花蓉,相聚不到十丈远。 花蓉一看差不多了,再马上冷得冰得一牛身, 把剑就射出去了,还喊了一仓了。 呗!秦明休要猖狂,招不见,他拆! 这支剑呢,不偏不斜。 正好把皮的火秦明头顶着的盔鹰给射掉了。 那盔鹰底下是个杆,杆用铁叶的包着, 栽毛门上头,被风一吹,那面十分好看。 花蓉这支剑正射到这杆上头, 喀巴一声把杆射折了,因此亏鹰落地。 可把皮雷火下得不行了。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一闭眼, 又没这完了,等睁眼一看, 哦,射掉亏鹰了,摸摸脑门子,没出血。 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来啊。 他哪里知道小李广花容这是给他留情? 不留情啊,剑往下压一压, 就把他脑门子给他串透了。 由于他这一弄, 花蓉带着军队就跑没有了。 皮雷火一想, 难道说这一剑就能把我镇住吗? 今天我跟你拼了, 撤,一定抓住花蓉,撤。 他一马当先领着人, 注意些钱。 他也没来过青丰山, 对这儿的地理根本不熟悉。 这座大山, 山岭崇别怪石横生周围全是五木狼林。 那荒草都长得一房多高, 人要往里的一厘是哪儿找去的? 这皮雷火东一头西一头, 也没见着人影, 道路不好走他就下了马。 军兵牵着马步行, 翻山跳沟啊, 那里一个个是窥歪狭歇。 嗯, 花蓉这小子跑哪儿去了? 你们仔细给我搜。 回将军, 寺外连个人影都没有, 不知道他们跑哪儿去了? 怎么想? 秦明一想不好, 我便中了他们诱敌之策呀。 你看这地方多狭歹, 想要动武也施展不开呀。 分子一声, 撤! 组织军队刚一转身, 就听队面号召齐鸣。 沐鸣鸣, 别让秦明跑老, 很秦明决意死着。 秦明找个高坡处, 打凉棚往队庙关销, 就见红旗招展出现了一支队伍, 为首的正是小李广花容 离着自己并不太远 秦明用狼牙棒一指 在对面呢 给我冲 抓住他 冲上去了 等到了对面一看 一个人也没有 把官兵累的 满面躺汗是气喘吁吁呀 队形也乱得透 还没等喘过这口气 就听后面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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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从啊!别让秦明跑了啊! 怎么又跑后头去了? 秦明扭回身官桥 红旗晃动 败队的正是花容 真转到后边去了 在后面呢 前队变后队 后队变前队 冲啊 等他们冲下山坡 到了地面一看 人影皆无 刚想坐在地上 喘喘气就听侧意 有人呐喊 别让秦明跑了 答应秦明 有主的过来跟某决一伏的 秦明一看 小李广花荣领着队伍 又跑到左边去了 到了左边 又扑空了 还是没人 没等喘过这口气 右边又喊上了 他到了右边 还是没人 这就原地转开 哎呦 把劈的火气 眼前冒火 哇哇爆掉 但是你空有一身本领 施展不出去呀 有打早晨转到中午 有打中午 转到日头压山 这一天水米没沾存 你有天大的本领 也不行了 最后秦明实在有点停不住了 来啊 就地埋锅造饭 有军兵都带着干了呢 上哪儿造饭去 哎 他一看呢 前边有块挖地 好像那盆底似的 这地方还被放 选好这儿 这军兵全聚中了 埋锅造饭 劈的火从马上跳下来 把盔头摘了 楼海带子解开 盼甲头松一松 有人把马鞍子给他垫在屁股底下 劈的火煮着兵兵狼牙棒 坐这儿喘气 看军兵造饭 熟了好吃 吃完再说呗 哪知道正在这时候 就听见明吾吼的叫声 啊 啊 啊 齐明就站起来 听 先被咬伤烟 听 这什么声 越来这伤烟越大 越来越近 有人耳朵间听出来 报告将军 好像哪发大水了 呦 吃 还没等齐明头脑反应过来 这洪水是自上而下 咱刚才没说 他们待的是个盆地 这一定是罪吧 这水是从高处上流下来的 哇 刹那间就是一片汪洋 军兵来不及逃走的 都葬身在水里 这秦明呢 幸亏有亲兵保护着脱离险境 这秦明纳闷 这水从哪儿来的 莫非山贼之中 有人会做法不成 他们会居神前将洒斗成兵 搬山以海吗 我却不信 正在这时四面大方鼓声鼓雷 别让秦明跑了 抓我的 他们在挖壁 在看高处上 摇旗大喊 挥平炮子滚木雷尸 就像下雨一样 官兵都在低洼的地方 这下无处躲 无处藏 让那山石头弓箭 又伤死了将近一半 现在秦明手下 剩下的不到三百人了 秦明心想可坏 看来我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帮毛贼训练有素 还有高人指挥 我上了当了 非跑不可 不然的话就得全军覆没 有军兵给他找了一匹马 他飞神煞马 手劈狼牙棒 劈头散发 往前正跑着 哪知道这马石前皮 掉进悬坑 我哭啥呀 折进去 就没眼了 紧跟着 喽啰兵是扶兵四起 正东 锦毛虎雁顺 挨脚虎王江 白门狼军 郑天寿 正西 小里广花龙 正南正北 是宋江指挥的 喽啰兵 从四面八方 叨上来 交枪不杀 投降了 放下武器 谁那命 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官兵啊 赶紧放下刀枪 举起双手 乖乖 狡借 投降 这仗打的 这个漂亮 无一漏网 这一千二百人 马步军兵 整个给包园 宋江他们 到了坑边 分负一整 来啊 用毛钩 套索 捞出 疲累火 起 零